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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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看 只不过是害民违法 往上看 则损害皇权与天位 臣貌似禁言 则使改组中书省 一弱其事 因为在朝廷六部 和各省之间 隔着一个中书省 他们自然会把中书省的意志 视为皇上的天积 还有 尽速消夺 勋规 还有异次异之们的兵圆 使之还乡恩养 只有让他们尽快成为百姓 他们才可能学会 如何循规大军 皇上 要么不处置 要处置 就必须从根上处置 谢谢了 拿着你的拐杖 回去歇着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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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博文啊 修回了啊 沈昌雄 博文啊 怎么生儿要成这个样子了 瞧你的腿将近的 不行了 我啊 老迈啊 你才五十三岁 怎敢说是老迈啊 我今年都六十二岁 足足大你九岁 可我能吃能睡不熟 还能策马狂奔起尸里呢 沈昌雄 你说得我心酸 要是能把你的精神气 赢给我一点 那咱俩就寻衬了 何呢 养身之道在里面养心 心静 身子苦轻松 不是用心太后 就容易把心又灼了 这身子苦啊 也跟着陶醉 来来啊 慢点慢点 这是雪大露滑 小心别拽着 多谢李相蝉扶 咱俩又沾光了不知 咱俩哥啊 从来都是患难相助 荣辱与共 美国队啊 你进屋歇下吧 好 雷儿 朝廷又要起波澜了 准备迎变吧 父亲 这一回是波澜 能厉害到什么程度 人头落地 一大片人头落地 父亲 陈公们 会不会有鲁言飞语啊 说刘伯文刚刚回来 就挤起一大片人头落地 稷儿把那些怨恨 都转移到您身上 怨恨一定会有 因为是我把祸事带回来的 他们 当然要把怨恨 都发泄到我的身上 因为他们不能把怨恨 发到皇上那儿吧 你怎么办 父亲 您为皇上立了那么大功劳 他肯定会奖赏您 更加重用您 至于那些臣公们的鲁言飞语 您大可不必在意 蓮儿 你对这个皇上还是不了解啊 皇上今天可以用我的臂膀 去整治那些个不法勋贵 明天 就可以用我的人头 去抚慰一些功勋救部 父亲 皇上绝不会在这个时候 大开杀戒的 为什么 一个月后就是皇上的五十万兽 皇上如果在这个时候 大开杀戒 那 那 岂不是拿功勋不救的人头 再为自己做兽吗 对啊 马上就是皇上的五十万兽了 你看我 忘得干干净净 蓮儿 说得对 皇上在这个时候肯定不会大开杀戒 五十万兽 正好又赶上大明开国十周年 定要普天同情啊 又怎么了 皇上 受礼呢 皇上的受礼呢 你准备了吗 没有 蓮儿 你要准备受礼呀 不能什么事情都靠着我吧 也不能说 没给皇上准备受礼 我不是给皇上带过来一大摊子祸事吗 父皇 都看完了 儿臣都看过了 有何感想啊 儿臣应向父皇请罪 六二啊 你是太子储君 大明的这片江山迟早要交到你的手里 但是你别忘了 中华第一个全国性王朝是秦 秦可是二世而亡的 父皇 儿臣担心承担不起大业 绝不许这么说 大明江山必须千秋万代传承下去 妙儿啊 俺父皇 那儿就会被伤了 非礼了 乖 其他人 这件事你觉得应该如何处理啊 儿臣赞同刘伯文所见 则是改组中书省 此案刑部之所以参与遮掩 盖因遵照中书省的意愿行事了 中书省上城天子 下御六部三院 统领各省军民 这权力的确过重了 不错 功臣勋舅们多为开国将领 他们自恃功高 段不愿主动退养 父皇若要让他们放弃权位 一定把恩给足了 威到位了 方能使他们知恩而泄 成恩而退 归仰相礼 否则的话 儿臣担心积极并变类 皇上五十万寿 又恰逢大明开国第一个十年 天子的寿臣和国家的寿臣 各到一块儿 这可是几千年罕见的大喜事啊 为此 中书省赵氏各部院 省府五军都督府 为迎合圣君圣寿 务必办好以下九件大事 其一 即可加强京基地区治安住房 进城九门以内 昼夜巡查 确保京城太平吉祥 路不时宜 夜不庇护 其二 各省府周县召集备办 圣洁受礼 并组织文武功臣 本省贤达等 三十人为贺寿团 由该省平章正式带队 进京贺寿 刘伯温离京 巡查四省九府 回来已经仰天了 皇上对这事只字不提 美勇啊 你估计这是为什么 属下估计 刘伯温不会有太大收获 没收获会在外头待半年吗 他肯定查出些犯事的人来了 美勇啊 咱们要当心了 皇上一言不发 只能有两个可能 一是 皇上还没有想好惩治的办法 再一个 恐怕要到晚朔节之后 再行整治 但是 皇上会惩治哪些人呢 我知道 我劝你也不要打探消息 还是那句话 是福不是祸 是祸 躲不过 我们陈卓自信地办好 自个儿的差事 这才是最妥当的办法 属下明白了 皇上 这是中书省里定的 万寿节操办事项 合共九款 呈皇上预览 想得挺周到的 好 告诉他们 承万寿节 不得铺张 什么万寿台 莲花枝什么的 都可以去掉 还有啊 内外陈公所进城的寿礼 必须从简 咱不在乎他们送的那些东西 咱在乎的是 他们那颗忠直孝敬之心 皇上这么做 恐怕会让臣公们为难了 为何啊 皇上要求臣公们从简 这是皇上圣名 但是微臣觉得 臣公们不会从简 他们也不敢从简 因为他们担心 寿礼轻薄了 会有负圣恩 亵渎天威 而且他们还担心 万一自个儿的寿礼 竟现在轻薄了 别的臣公们竟现在厚重了 可怎么办 岂不是显得自个儿更没面子了吗 说得没错 这就是他们的心思 送礼就好像考状元 臣公们都会琢磨皇上的喜好 相互比试 都想争一个头彩 所以皇上越是提倡从简 臣公们恐怕越是会左右为难 极致坐立不安 最后都不知道 该敬献什么样的寿礼了 李建 那你说 咱该咋办呢 微臣觉得 皇上如果真要从简 就要给臣公们制定从简的办法 明令之行 这样 你先给咱拟几条 咱听听 皇上 微臣不敢 什么敢不敢的 首先 你把微臣的微子给去掉 都是臣公 有什么微与无微的 再者 无论您有什么见解 尽管大胆地说 咱在你这个年龄啊 早就统命几十万的兵马了 甭怕 说 臣遵旨 嗯 臣以为 皇上 不妨明令 臣公们几条 比如 一 敬献受理所值 均不得超出十两银子 二 七品以下官员 只需敬献贺辞贺章即可 三 三品以文武臣将 除贺辞贺章之外 可令成奏章一份 将自可追随皇上 公举一以来的历程 行一次回顾自查 诸如 为将是否忠勇 为臣是否廉洁 为官是否守法 为人是否合乎圣贤之道 臣以为 如此这般 则能彰显君圣臣贤 既何万寿之庆 更服圣事之相 讲得好 讲得实在是太好了 尤其是那条什么 回顾自查 想得好 亏你也想得出 说实话 咱正想让有些人 好好地反省反省呢 李进哪 把你刚才讲的那几条 拟个折子给咱呈上来 再看后 着迹中书省颁发遵刑 臣遵旨 李进哪 你说这万寿前的司礼大臣 谁当好啊 当然是李相国 这个李擅长事情太多 就不劳烦他了 要么 胡相国也合适 刘大人 李进听职 令你担任万寿杰 私礼大臣总裁其事 是 皇上 臣万万不敢当此重任 万寿杰司礼 犹如太阳身边的月亮 极为尊荣 此职应该由身负厚望的 祝国大臣出任 臣只是个七品侍奖 万不敢当 你当得起 咱呢 就用你这个七品侍奖 担当司礼大臣 放开胆子 搬拆去吧 臣遵旨 谢皇上 这位臣公 万寿杰就快到了 又逢开国十年大喜 这就意味着呀 又要有许多的忙乱 许多的热闹 许多的走门串户 许多的开怀大罪 是不是啊 昨夜里啊 咱好生奇怪啊 咱咋就五十岁了呢 这半百枝树 一眨眼的功夫就过去了 可咱自个儿觉得 还没怎么活呢 可何况光阴四溅哪 这人越老啊 日子它过得就越快 下一个五十 咱肯定是看不到了 也就是说 下一个一眨眼啊 咱肯定是眨不成了 长江后浪推前浪 江山带有才人出 这万寿节的司礼大臣呢 咱选择了年轻的后省 担任其职 总裁其事 他就是文华殿的七品市奖 李敬 嗯 圣旨 此次万寿节 诸室当例行简谱 严谨银铺张 京城内外各级成功 凡敬献受离者 所值均不得超出十两银子 七品以下官员只需敬献贺贺贺章即可 三品以文武成将除贺贺贺章之外 当令城奏章一份 将本人追随朕公举役以来的历程 行一次回顾自查 诸如为将是否忠勇 为臣是否连结 为官是否守法 为人是否合乎圣贤之道 如此则能彰显君圣陈贤 既和万寿之庆 更服盛世之相 钦此 皇上驾到 皇上驾到 凡手 好 都坐下 太子殿下率秦王 晋王燕王诸皇子 为盛君皇上拜售 儿臣恭祝父皇 千秋吉祥万寿无疆 来 吉祥 吉祥 快起来吧 来 吉祥 吉祥 来 吉祥 吉祥 快起来吧 来 中书省左丞相李善长 帅各部院大臣 为圣君皇上拜授 臣等恭祝皇上 千秋吉祥 万寿无将 好好好 多谢多谢了 徐帅汤帅等 帅怀西旧部 为圣君皇上拜授 臣等恭祝皇上 千秋吉祥 万寿无将 众兄弟们都来了 多少日子不见了 可想死咱了 皇上 臣弟也想见您哪 皇上啊 臣弟可是 星夜奸诚 从大都赶回来的 那讨杯寿酒喝喝吧 是啊 是啊 皇上 末将戒指后 开心得要命啊 连夜从陕西边正赶来 给尚未拜授 好好好 咱哪 早就和你们想见个面 续个旧了 来来来 都先坐下 上酒 列尾兄弟 陈宫 还有子侄们 几十年来 你们祝咱出生入死 开国创业 堪称为千古之英雄啊 咱十分感谢你们啊 来 来 干杯 干 干 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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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代表中枢省铸城宫 向盛军皇帝贺寿 臣贺寿的寿礼是 大明开国以来的 十大政绩 第一 十年来 大明全国新增田母 一百八十三万三千一百 七十一请 时下 官田民田总数为 三百六十六万七千七百 一是吴请 田母之多 堪为中华千年未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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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辅税急增 自鸿武四年以来 大明各地连年丰收 鸿武十年 岁如米 骨豆 共计两千零八十万弹 较前缘平均岁入 增加了足足一倍有余 而且大明岁入 还以每年一成以上的速度 再继续增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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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 太仓风营 积粮如山 时下 大明各地仓储积粮 多达四千一百八十万弹 如家上民间自储粮谷 已足够全国百姓 食用十三个月 这第四 便是子民征长 俯献升格 大伙还记得过今 开国初年 大明各地是尸骇遍地 临不了生啊 皇上视察扬州的那天 是踩着荒草尸骨 走进断壁退圆的呀 咱永远也放不了那天啊 扬州城只有十八户人家 二十一棵树 活着的树 而如今咱大明有户 一千零六十五万四千三百六十二 人丁五千九百八十七万三千三百五 比前缘集圣时期的原侍主淘汰 还多了近六百万口啊 看看看 光顾了高兴万口喝酒了 大家通通准备 干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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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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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my 干 交 realized 诺 被打了 你在小 kh rus 搞 发 轻 尊 真 事作祸害啊 这个臭老鲁 你 你为什么为何不在路上废了它 不敢哪 王上喜欢那个刘老鲁 就像喜欢的臭豆腐似的 你知道吗 让我们每个人写一封 往生的橙子 也是那个刘八王出的主意 看来 这个臭老鲁是专门跟咱们过不去了 看着 爷早晚要它好看 这第十相 便是四海清平 万国来朝 大明开国以来 扬威海外 怀柔天下 海内之山贼 玉外之海盗 吾不是降者降王者王 灰飞烟灭 从东营扶桑 到南洋找娃 海外邦国纷纷遣使朝拜 上表称臣 愿与大明 结百年之后 共享万世太平 好 真是 禀皇上 臣仅以这十大丰功伟计 敬后皇上 五十万寿 这是咱今天收到的 最好的寿礼啊 还有啊 这十大丰功伟计 不能光记在咱一个人的头上 还有满朝上下的文臣武将们 还有全国的弑弄工商们 咱呢 借着这杯寿酒 败谢列位成功了 尤其是中书省 尤其是李相国呀 皇天后土 恩养万物 都是皇上的恩德呀 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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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迎接你三杯酒 败 别说三杯 你把整个洞海扒来了 我一口喝干了 败 败 来来来 喝喝喝 各位将军 皇上口谕 请各位少饮几杯 不要醉了 不让咱喝啊 不要让我们喝 今天晚上 皇上要在太庙前 另设月光宴 请无品以上怀喜子弟 都去赴宴 皇上专门犒赏乡里救护 皇上说了 各位现在不要喝醉了 今天晚上 皇上要与各位大醉一场 皇上专门 好 皇上是我们的 皇上的子弟们 应该今晚能见下了 好 来 我跟你们哥兄弟们 上位啊 还是对咱们亲了 对啊 吴是吴 打蛋护头连在惊的 来来来来来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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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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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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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憲哥呀 酷石家庭 秦辰 晴師辰 公署 秦辰 你 明天 感激踢铃 但是今日之幽患 已非当年外俗兵马 而是臣之血脉 怀惜勋贵 而等鞠躬自傲 欺君枉法仗势齐民 臣为此叹恨不已 痛断肝肠 为了大明千秋鸡叶不渝 臣只能痛下针鞭 力行裁撤 臣 再拜 彪儿 儿臣在 倫道 这个 不是 阿弥陀佛 在这个 会不会 一百年之度 就会 有什么 和他 在那里 来 就是 大人 你自己的心声 向咱禀报你的功过 到那时咱真的盼望着大明江山 比现在更加日益昌盛 也盼望着你比咱更盛名 儿臣谨记 该来的都来了 不是月光宴吗 怎么又改喝茶呢 咱也不知道 茶就茶吧 兴许喝完了再上酒 不用啊 看着这些什么意思 看出名堂没有 除了咱们俩 都是上位的一子一侄啊 看出来了 名为月光宴 但请的是茶 来的都是怀西子弟 摆的是鸿门宴 末将拜见皇后 好啊 都来了 还有艺人未到 等他来了 咱们再开起 都坐 坐 这儿谁啊 打开门 是吗 殿下 请 好 来了 这位是驸马都尉 欧阳伦 大家都认识吧 来来来 欧阳 来来来 拜天爷 拜天爷 你们也甭太吃惊 咱这个女婿在大牢里受了点委屈 今天是万寿节 大赦天下 她特意出来给咱贺个寿 欧阳啊 罪臣在 劳烦你 给你的叔伯兄弟们上个茶吧 遵旨 多谢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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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这月光宴哪 咱 没给你们备酒 只备了茶 为何呢 因为酒这东西啊 能醉人 而茶这东西啊 能醒人 这茶的名字啊 叫苦丁茶 是刘伯温送给咱的 这茶呀 苦中有苦 回味无穷 咱不忍独享 要与怀西兄弟们共享 要与怀西兄弟们共享 咱们以茶代酒 喝 喝 苦吗 苦吧 咱现在的心情啊 就像这茶一样 苦透了 前缘是咋王的 腐败 荒淫 律令废弛 刚进沦丧 朝廷上下军不军 臣不臣 国不国 弄得烽火四起 民不了生 冤王之罪守在皇上 这个皇上轰溃呀 赐罪就在大臣们身上 闻田五夕 贪桑王法 这样的昏君和宁臣合到一块 白白断送了这大好的江山啊 咱朱元璋 宁死不当这样的皇上 但咱要问问你们 你们想当回前缘那样的臣子吗 驸马都为欧阳伦 违反朝廷查马禁令 纵用家奴 私犯十几车的私货 还谎称军需药物 那竟能从苏杭直接返到甘肃 你们则通关放行 让他畅通无阻 还和他一块合谋分赃 而朝廷内部呢 taい子 在皇上 娘 你们都是开国的元勋 咱能把你们怎么办呢 只能请你们喝杯茶了 欧阳啊 他们的茶碗都空了 真茶 孙侄 来 凡与兵马取天下者 后来无不受到招兵汉将之害 咱大明也未能幸免哪 咱看过你们的奏折了 你们在折子里 把自己说得像一朵花似的 什么这功劳内功劳说得天花乱坠 没完没了 你们怎么就没人在折子里 把自己的恶迹写进去呢 从开国那天起 咱就不断地劝诫你们 要守法 要安分 不要仗势害民 咱说的口都干了 舌都烂了 可说下大天来 还是说不懂你们那颗贪婪之心 咱以为啊 缴了你们的棉丝铁卷 你们就可以自重些 可咱错了 你们个个天不怕地不怕 你们是不是觉得 这天下是咱爷们打下来的 就得咱爷们尽情地享用它是吧 喝茶 喝茶 欧阳啊 给他们珍茶 皇上 罪臣 实在是 实在是珍不动了 请皇上降罪 是 你是有罪 万死不赦之罪 二胡 贼 带出去 皇上饶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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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这些叔伯兄弟们 哪个不是九死一生啊 你这个混账草包窝南废 咱看上你这个驸马 真是咱瞎了眼了 好 咱可以不杀你 谢皇上 谢皇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年我们是朋友 一年一岁手拿着手 曾经有一个小心愿 人生路上一起走 是朋友 他做行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蹄下踏碎万家长 问天下颜袖水平说不过 看千古江山来去春秋 问天下颜袖水平说不过 看千古江山来去春秋 夕阳下再挥手 一曲同摇天地悠悠 一曲同摇天地悠悠 一曲同摇天地悠悠悠 知ですか 父王 父王 他的信我 从 Brit江山来 między燕生 你可以杀了我 可你别拿这玩意指着我 我可不痒痒 桑尾是在过河拆桥卸磨沙驴啊 你们的好日子到了